我今天已经30岁了 但是为了这个节目这个自我介绍 我已经坚持了已经有7年了 那行 我干点别的嘛 就是这个 我平时还唱呗 有班唱就好 新说唱2024开播 周报这一火腰味没了 变成搞笑片 我今年来 并不是来找 跟我关系最好的人的 也不是来 找 节目组觉得最应该走到最后的人的 2024年新说唱的冠军 只会在我们组产生 爱奇艺新说唱2024可谓思念 再次重启海选制度 有元老热狗 张哲岳 杨和苏 韩国饶舍歌手Tablo 法老 大张卫 以及范郑郑 谢帝 两两一组 担任明星制作人 不过手机就有许多争议 像是谢帝 范郑郑 早指一只要四川话就能过关 法老呢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正宗的宣言 要给各位听啊 来 哈伦的宣言是什么 我有吧 你有啊 当然有 刚才那个杨和苏啊 跟着他拿冠军 我们战队可以输 而法老大张卫这组 更把新说唱变成综艺搞笑节目 这是养蜜蜂的呀 还是怎么知道 我钓鱼的 钓鱼的呀 那得早起 我可以给你们唱一点帅的 我也可以给你们唱点乱的 现在我给你们来点不一样的 俺们的东北 从不自卑一样 他特别有这种自信 然后这种这种带动性特别强 我觉得咱们会走得很远 走得很远吗 没必要跟你 好吗 然后那个 老师好 我是来到亨岚平常还嫁下来 我是MAG的荧幕 好 对 我今天已经三十岁了 但是我为了这个 节目这个自博介绍 我已经坚持了 已经七年了 那想不干点 干点别的吗 就是这 我平常还上班 有班上就好 我们把猎物做得更大 格局 啵一下 打开了 给你会生活找个班上好不好